事实上礼仪是为场景服务的 而商务礼仪重在商务 如果礼仪脱去商务的外衣 它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的细节一就是 决定影响力的重在商务新说 如何叫重在商务 商务是分商务时间 商务场合 商务环境的 所谓的商务时间 是哪些时间叫商务时间 事实上商务时间 我们来界定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职业人 是一个有工作的人 对吧 早晨你收拾好自己 然后提着手包 跨出家门的一瞬间 你从一个居家男人或者女人 转变身份 变成了一个商务人士 跨出家门 你的责任完全不同 可能你会讲我还没去办公室呢 我没到办公室怎么可能说我就已经是商务人士了 你试试看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如果你开着车 然后跟别人撞车了 然后又跟别人撕打起来 然后又骂得很难听 恰巧被人拍下来 大家在网上人肉搜索搜索的是你的什么 如果我的员工在路上出了这样的事情 而且影响面很广 影响很差 接下来会怎么样 本来可能大家会觉得 这是怎么这样 然后一搜出来说 我呀 这人是用素质教育集团的 他还是素质教育集团的一个员工 如此低素质 接下来又会怎么样 老板是谁 对不对 什么样的老板会教育出这样的员工 他呀 杨璐 所以我们往往总是觉得好像 我们很委屈 我们跨出家门的时候还没到办公室 我们不是商务人士 凭什么要替公司担责任 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我举一个特别特别真实的例子给大家看 有一个俄罗斯人坐动车出去玩 然后把脚就撬在了那个前面的那个椅背上 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个功夫 那个椅背其实挺高的 然后他撬上去 然后前面那个女士很不高兴 说你能不能把脚放下去 觉得侮辱了他吗 你能不能把脚放下去 然后那个男的不放 那个女士就拿着饮料瓶子 然后去打她的脚 然后男的急了 就用中文骂了这位女士 这是一个小小的冲突对吗 他自己也没想到 旁边有一位女士拿着手机 把那一幕全部拍下来 然后就放网上了 放网上之后 大家就觉得第一开始觉得有意思 第二就觉得说这个俄罗斯人还会用中文骂人 骂的还挺难听 然后说搜索他是谁 一搜搜出来了 北京交响乐团 大提琴首席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一说到交响乐团你会怎么样想 对吗 又是高雅又是优雅又是高素质 对不对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 接下来就把他的单位 他的领导全部搜出来了 最初的时候企业想怎么样 想把这事捂住捂住盖住盖住 说不要说了 网络不依不饶 对吧 网络达人不依不饶 说这事就这么完了 那不可能的 然后接下来呢 他们的团长出来道歉 说对不起 是我们教育无方 教育出这样的人 你说这企业招谁惹谁 单位招谁惹谁了 对不对 这是在他自己出去玩的过程当中 没办法单位就出面 就这样做到这个地步 还是不依不饶 最后的结局你知道的 他被开除了 其实单位并不想开除他 但是这件事情太大捂不住了 所以最后没办法把他开除了 灰溜溜的他回国了 我不知道其他的单位还敢不敢用他 最起码中国的单位不敢用他 也就是说他在中国混不下去了 所以你会知道很有意思 你不想把自己 放在一个商务人士的角度 只要你有企业背景 只要你跟这个企业签了合同 你就无时无处不代表这家企业 所以跨出家门的一瞬间 你从一个居家男人女人 转变身份 你负起了不一样的责任 你负起了这家企业的责任 你是这家企业的员工 你的一言一行 举手投足 你只代表这家企业 所以我们总是讲说 商务礼仪首先界定 没有个人行为 事实上 抛去商务这个话题 没有任何意义 我可以跟你今天讲生活礼仪 可以讲情爱礼仪 可以讲家庭礼仪 朋友礼仪 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另外一个思路 所以一定记住 商务时间 商务场合 商务环境 没有个人行为 没有个人喜好 你的言行 你不想代表都没办法 只代表商务单位 商务决策 商务责任 包括那个虚拟的例子 对吧 像陈凯歌的搜索 那个女的 她是一家企业总裁秘书 然后那一天 她去医院查出来 是临巴矮晚期 然后她就特别痛苦 活不了几天了 然后她就稀里糊涂 上了一辆公交车 上了公交车 坐在公交车的这个位置 门在那边 坐在这里 然后对着窗户在那里沉思 然后旁边上来一个老头 就这样抓着 不是很稳 然后旁边那位大姐 就卖票 售票的大姐 就说 姑娘 你能给这大爷让人坐吗 一遍 两遍 三遍 说了好几遍 因为她在陷入到自己的状态里边 没听见 然后那个女的就起急了 说 你怎么回事 你耳朵聋了 没听见吗 你能不能给这大爷让人坐 然后这个女孩子 高圆圆演的女孩子 突然做了一个动作 坐在那里说 要坐坐这里 然后这老大爷就急了 说我活这么大岁数 还没有人调戏过我 你居然调戏我 其实也就是一个争吵 对不对 但是恰恰 那辆车上 还有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电视台的实习生 实习记者 然后他就站在那里 然后拿手机 把整个一幕又拍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到了晚上 电视台就把这一幕 给放从电视里 叫什么今日 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的一个栏目里 拨出去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人肉搜索 最后搜搜搜搜搜 搜出她是什么 这么大企业的总裁秘书 然后那个总裁的老婆 又捣捣乱 然后又什么 又打电话说 她除了什么素质不好 她还是什么 她还是小三儿 道德还败坏 总之就全世界的压力 全给了她 最后的结局就是 她自杀了 她本来借了她老板一百万 想给自己治病的 但是诸多的压力 导致她心灰意冷 她觉得过日子没意思了 生活没有意思 所以她最终选择自杀 然后当她死了之后 真相大白 大家才明白 原来是这样 但是 一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逝去了 这个电影 讲明的就是这个意思 谁的错 首先是她自己的错 对不对 她忘记了 她就是再痛苦 她也代表的是 她的职业身份 有些时候 真的逃不掉 所以我送给大家 第一个礼仪观点 洋路礼仪观点 符合商务礼仪规范的言行 可能被大家推广成典范 进而给你及你的单位 带来更大的正面影响力 不符合商务礼仪规范的言行 也会被曝光 一定要小心 现在所有人的手机 都能够录像 都能够拍照 所以我的建议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能忍 就不要爆发 而此时不仅涉及你自己 还连带了你背后 无辜的团队和企业 给其造成恶劣的影响 有时 不当的言行 有可能在顷刻间 毁掉你及你所在企业的生育 前途 甚至你的个人职业生涯 和企业命运